占英行動第七十日 即是滿十個星期 金鐘下角度等的地方仍然是被占領 旺角昨晚繼續有市民聚集說要買東西 又到兆巴站和司機發生口角 警方凌晨發出口頭警告後 聚集的市民陸續上去 昨晚大概九點半 一批市民去到旺角尼敦道金舖 說要買金和手錶 有商鋪索性落集不做生意 支持警察 嚴正執法 也有過百名市民去到旺角仙達廣場附近 早前申請旺角禁制令的潮聯小巴站外聚集 說有小巴為例泊車和母式時 要求警方執法 他們一度包圍一輛小巴 跟司機發生口角 我七點鐘開關 開到兩點 我車友車座都未夠 你叫我們的司機怎麼辦 你現在叫我不要上下 你才打破我飯碗 警方介入調庭 並且呼籲市民不要阻塞道路 凌晨兩點左右 再有大批市民在西洋塞南街聚集 警方作出口頭警告要求他們離開 這是警方的最後警告 如果我再發現你們在這個區域非法集結 我會採取行動或者拘捕你們 聚集的市民之後陸續散去 示威者離開之後 警員就在彌敦道和雅加魯街一帶戒備 維持秩序 無線電視記者 仙境偉輝到